Hello 大家好 在澳門講賭廳 你一定要講黃金廳 因為黃金廳早在九十年代初已經創立 是由人稱福哥的李慧民所創立 福哥是澳門博彩業的元老 在澳門真是沒有人不惜 由於他以前曾經擔任過拉斯維加斯 海撒皇宮賭場的顧問負責亞洲VIP客戶的信貸 所以擁有不少富豪的客員 人員也好 所以深得賭王何鴻燊的信任 市場曾經有傳聞指一般廳主需要和賭王三七分賬 但福哥和賭王就打破慣例五五分賬 在疫情前黃金集團在新舊蒲京共計有九間貴賓廳 朱李慧民的女兒朱李悅華 朱太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她十四歲跟爸爸移民美國 大學畢業後和先生在加州從事房地產生意 之後九十年代回流香港進軍金融業 創立了很知名的金利鋒證券 在2005年8月 李慧民將名下的賭廳打包駐入的女兒朱李悅華 擔任董事總經理上市公司黃金集團 黃金集團更在2005年完成收購澳門王家金寶酒店 和軍儀酒店 兩間酒店的整體營運效率和營利能力都大幅提升 現在兩間酒店共計提供800間客房左右 有75張倒桌、兩間貴賓廳 以及大約200部的國子老虎機 在2018年公布的福布斯富豪榜上 朱李悅華以120億美元總資產 當時成為香港的女首富 朱太和四太梁安琪關係也很熟 外界傳聞他有意競逐新的賭牌 在高峰時期黃金廳的轉馬數一年有二千多億 只是計馬勇也三十多億 大佬啊 開過二十多三十張桌 還好賺過上市公司 這兩年因為疫情打擊 黃金集團暫時要減榜保持競爭力 在舊葡京的黃金廳、黃金會和貴賓新廳 在前年七月底停止營業 將部分廳轉至上葡京經營 而黃金廳的賭廳主要集中在新葡京 分別位於九樓、三十六樓、三十八樓、三十九樓 好,這集先看到了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出去 下次見,拜拜